都知道女主播为了赚钱快 正所谓无所不用其极 有才艺的秀才艺 没才艺的更是以各种奇葩方式搏眼球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更是有些人不愿意花正经心思搞才艺 直接消费自己的脸蛋或者身材 当一个行业的现状变成这样 那么有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不一个年轻的女主播 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发财的快捷通道 谁知不仅遭到了平台的封禁 还去警察叔叔处喝了几杯茶 实在是可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客代表 这个女主播长相可爱美丽 但显然缺钱 她社交平台的名字 更是让人觉得她之后的行为有迹可循 毕竟应该很少有人会叫 叉叉不叫人待见 这样的网民一听就觉得 这姑娘应该是个不走寻常路的主 并且内心还可能充满了压抑和扭曲 故事也超级简单 整个事故也就持续了不到八分钟 但是加上她之前的行为 足够警察叔叔带她走了 她在某直播平台开启直播 而直播却取名上课 网友们以为是什么美女老师 在线传授生活小贴士或者冷知识 没想到竟然是直播洗澡 而且显然这种大尺度的直播就是为了赚钱 希望有土豪进行大额打赏 但是这个尺度明显已经超过公共道德和平台的底线 而且显然也已经违法了 所以很快平台就对其直播间进行了封禁 而且随手报了警 警方没过多久就锁定了她的位置 并将其带走喝茶 这个事情引发了好几个讨论 首先就是立刻有人声讨那些 在直播间围观的观众 想起之前韩国的恩浩房事件 许多正直而正义的网友 觉得那些观众也有罪 警察叔叔也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另外考虑到女子的年龄 也有网友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毕竟一个如此年轻的女性 怎么会做出这样有些不风雅的事情 难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她在乎的人了吗 但如果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意愿 那么为啥一个要如此糟蹋自己 请允许在这里加了引号 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事情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时代很开放 这不算什么 毕竟在国外 有的我觉得不妥的职业都是合法的 算是正经的谋生手段的 而且往前推个几十年 恐怕女孩交了好几任男朋友 也算是糟蹋自己 但是无论怎么说 这么重目睽睽之下直播洗澡 而且尺度如此巨大 肯定是不对劲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女孩这么漂亮 直播画面却不高清 卫生间的场景也很简陋 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穷 这么做就是为了钱 不然呢 虽然脸肯定是丢了 但是如果能够弄到钱 心里就会平衡 会好受 至少不要忍受穷了 如今有很多人是宁愿丢人 也受不了穷的 当然 这个所谓的穷 也要加上引号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许多人似乎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满足 他们尽管已经过上了 吃喝不愁的生活 但是依旧还想要 多赚点钱来享受 这不 之前就有条 啼笑皆非的热搜 上海市民在暴雨中搓澡 看完这个标题后 相信许多人当场脑中就有个问号 上海人喜欢在雨中洗澡 不过 在询问了几个 常年在上海生活的人之后 他们纷纷表示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但新闻中 明晃晃地写着上海市民 并且还是一家正规媒体发出来的 所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新闻发布的视频中 最先出来的是一个 穿黑色背心的美女 只见她妆容精致 饰品齐全 手链 项链 耳环都金灿灿的 但手里却很不搭地 拿着搓澡金 而她身后的背景 则是上海最著名的景点 外滩 东方明珠 黄浦江 接下来镜头一转 视线又对准另一位姑娘 背景是另一个地标 武康禄 这位姑娘姿势妖娆的同时 衣服也变轻快了 上身只穿一个运动内衣 从胳膊上的泡沫可以看出 她先搓一步了 此时字幕是这样的 大批上海市民跑上街头 在暴雨中激情搓澡 很显然 这是标题党们的日常操作 视频中 明显大家都在各自忙碌着 打伞的路人也都行色匆匆 接着画面又来到静安寺 依旧是服饰相似的姑娘 这时的字幕写道 希望通过雨中搓澡 洗掉所有阴霾 最后视频回到外滩 这里已经从一个姑娘 演化成一群人 有男有女 衣服都是黑色格调 除去一个女身是凉鞋 其余的都是运动鞋 他们煞有介事的 拿出洗发水 涂完头发 涂小腿 但唯一不洗的就是脸 也是 毕竟那么精致的全装 卸了也实在可惜 这时的字幕 明显要升华主题了 这样写道 用更阳光积极的心态 面对新生活 这个新闻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质疑 难道在家里洗澡 就不算积极了 正常人会跑到大街上洗澡吗 更有人直言 除了辣眼睛之外 真的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还统一服装 摆好队形 何况洗澡水 算是生活污水 就这样弄在马路上 怎么都不太妥当 所以不少人表示 很难理解这样的行为 而上海人有没有户外洗澡的习惯 上海人最清楚了 所以很多上海人在评论区表示 太荒唐了 其实不止上海人 现在哪有人会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洗澡 自己尴尬 别人个影 就算是农村 也会选择在自己家里进行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 更不可能了 那时候 虽然物质愧缺 但那时候的女孩 普遍都比较害羞 这种事情 想都不用想 根本不会发生 再说一下标题中的市民 真的有种睁眼说下话的感觉 视频的女孩 服装统一 动作整齐 还配备专业摄影师 拍摄时间显示在星期四 这像是普通人干的事情吗 工作日 大家都忙得不停歇的 哪有空折腾这些 就算让去 也丢不起这人呢 这很像所谓的行为艺术 不过 也有人称他们为洗澡园 近几年 园这个词很火 从最开始的佛园到病园 后来甚至还有众田园 他们都装容精致 衣服靓丽 动作姿势看起来有模有样 但总有种别扭的感觉 去寺庙 不穿素服 在病房 不穿病服 在田地 还露大腿 他们刻意营造出一种 和周围不同的氛围 在寺庙 没有香火味 只见香水 在病房 没有憔悴的脸 只有精修图 在田地 没有大汗淋漓 却又跟拍相机 在户外洗澡的人 何尝不是这样呢 穿着衣服洗澡就散了 洗澡不洗脸 这是为何 不就是怕坏了妆容 影响照片的效果 没有反差对照 还怎么引起大家的注意 若是在以前 或许因为新奇 还会有人夸奖 但现在 标新利益的人太多了 为了搞个噱头 无所不用其极 不但不会引起共鸣 反而会令人厌恶 明明是一小撮人 明明是故意摆拍 标题却带着市民 过后 真正工作的人 还得出来解释半天 看似为了宣传正能量 但这种行为本身 就是负能量 其实他们的主题 还是很不错的 洗去阴霾 迎接阳光 但可以选择 更合适的素材 更真实的素材 这样看起来 才会更贴近生活 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如果实在没有 合适的素材 不拍也行 刻意弄个洗澡员 不但个应上海人 还侮辱大家的智商 在这样的网红 为了红 而不择手段的环境中 或许哪天 有人直播上厕所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 下期再见